我们的独家新闻 现在如果你要找人帮忙写树状的话 可能要先确定一下 这个人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律师执照 知名的法郎连锁店里面出现了股东纠纷 其中一名股东 他就决定找人帮忙写树状来告法院 后来这个官司结束之后 他才发现说 这个帮他写树状的流姓男子 本身并没有律师的资格 而且跟他借钱好像也都没有还 那现在呢 于是就要来揭穿这名流姓男子的真面目 我们也带你来看最新的现场 另外也是独家新闻 国民党立委费红泰的小儿子费玉德 他没有跟着父亲走向政坛 但是脾气看起来跟爸爸一样火爆哦 之前费红泰在国会上标骂粗口 结果呢 他的小儿子在社群上还有网路上 要帮朋友出气 不断的出言辱骂对方的女友 最后被告妨害名誉 被告了之后 他还跑去赌女帮威胁撤告 解告前没有获得费玉德本人的回应 强调他们已经准备好跟普丁谈判了 即使几率很低 他还是不放弃任何的希望 而且强调说这个谈判 应该是解决战争的唯一方法 他绝对不会放弃 那不过呢 他也警告了全世界 他们说如果这些尝试都失败的话 而无战争很可能会演变为第三次世界大战 不过现在呢 针对了泽伦斯基的要求 普丁尚未回应 不过呢 现在啊 在俄罗斯的这个军力的部分 他们已经为了这场战争 让六名高阶将领阵亡了 最新的一起是来自于海军 那统整一下 等于说陆海通都有高官被锁定狙击 那或许呢 乌克兰真的是擒贼先擒王 那但是他们狙杀将领的同时 也是申请小兵 为什么要用这些小兵做反战的大外选 但俄罗斯的国防部现在呢 还是非常的强硬 而且呢 这几天他公布了影片 看起来非常的嚣张 证实他们在这个战事里面 二度使用了匕首高超音速飞弹 结果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丁 看到了这件事情 他直接讲了 说你们使用这种匕首飞弹 这种叫做下一代武器 并不会改变游戏规则 这什么意思呢 等一下我们要带您解析 而乌克兰的军方更踢爆了 其实二军的高超音速飞弹 也没几颗就快用完了 他们要面临的是死亡交叉 不过为了公众的利益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更多人 给更生人或是接友 一份稳定的工作 鼓励他们再生 那新北市青年局 就特别举办了 别具意义的公益清洁活动 透过了刷洗广场的角落 希望大家都能帮助 高关怀族群回到职场 还有我们的独家新闻 这一起判决 恐怕会让人觉得 真的是非常不舍 屏东去年六月发生了回转车 遭同项的执行车撞击两人死亡的意外 一审的时候 因为这个执行车的驾驶 他是超速造势 但是他自首 所以践刑 判决他一年两个月徒刑 驾驶还是不服 提出了上诉 结果到了高分院 法官认为说 虽然双方是没有谈成和解 但是家属没有上诉 所以他的判决只能维持原判 原来死者家属拒绝和解 只是希望能让对方服刑 好好反省 所以我们还是要 善用法律的权利 来维护我们自己 那不过呢 这个名嘴全家力 现在就被房客告了 这房客认为说 你出租给我的房子有老鼠 结果呢 我就要搬了 那遭这个全家力 以违约为由 扣了一个月的押金 不过这房客认为说 提前解约不是我的错 是因为你这边有老鼠 又不处理 所以呢 就告上了法院 要求他要返还租金 还有多付的房租 也没有要求多的 但现在呢 台北地医院 出现了一个判决 判决全家力胜诉 为什么 带你了解 来自全国15个县市 43队选手 到迎临参加的青少棒球赛 发生了一个很特别的景象 当时全员暂停 原因是因为 竟然有龙卷风来搅局 从一壘跑到二壘 开播前 我们收到最新消息 中国传出了坠机 这是一架东方航空公司的 这个波音737客机 在下午从昆明飞往广州的途中 突然呢 飞行的高度骤降 然后就失联了 那这一架载有123名 旅客跟9名机组员的客机 正式已经坠毁在了 吴州山区 现在当局立刻动员了 500多名警销赶到现场 但现在涨价也没再跟你分时间的 说场就涨了 那有人呢 就跑到了这个野柳去吃海鲜 他说过去都没有这么贵 没想到呢 现在在点这个鲑鱼生鱼片呢 不但片数变少了 而且呢 这个价格还变贵了 那我们实际的来走访一下 这个野柳渔港 不少的餐厅业者都说 确实啊 最近的价格狂飙 涨了60% 有人吃不消决定涨价 也有人直接减少片数 看似维持原价 但是悄悄涨价 而现在是我们屏东横川的 洋葱季开跑 现在呢 正有席 但是如果你要来买洋葱的话 你要来确认一下产地哦 不要买到了进口 而且有可能是从中国 借到了越南 这些产地进来的 这种中国的洋葱 因为呢 现在啊 农民就怀疑 根据了数据哦 那从去年到现在呢 这个进口洋葱量是暴增的 去年越南才排名第五 那今年到目前为止 越南的洋葱进口量 就变成第一了 那越南真的有这么多的洋葱吗 那很多的农民 他们说 这根本就是中国到后台 那去洗了一个产地 然后再卖到台湾 那对此农委会主委 陈吉仲 说目前虽然没有证据 但是他们也已经跟越南联系 有必要的时候 也要来检验洋葱的DNA 另外还有新市警察局的 林姓警官 他怀疑说 家里面的印尼籍女医工 对他的实质老母亲 长期的照护不周 那他指控说呢 这名看护透过了他 所设下的监视器 他看到他把没有退兵的食物 直接拿来喂老妈妈 而且大力的挖老妈妈的嘴巴 强灌食物 甚至也不依规定来换尿布 导致这个老妈妈就是受伤了 那还常常动手来打他母亲 所以呢 让他没有办法接受 情绪失控之下 结果他就涉嫌 对于这位女看护施暴 那这个女医工不堪凌辱 一个月前逃离林家 透过仲介对于警官提告 这个刑事局的林姓警官 他涉嫌对于他认为 对母亲施暴的这名外籍女看护 也施暴 这种以暴制暴不可取 不过呢 其实我们也因此看到了 这个台湾的状况 台湾现在呢 非常非常的缺移工 那目前呢 国内的移工来源国 只仰赖了越南 泰国 菲律宾跟印尼四国 那很容易为单一国家的 疫情变动或者是政策 那受到了这些严重的冲击 那甚至呢 其实不只是家庭 他们必须要自行的 肩负照顾的重担 就连长照单位都缺工 而且他们还吃了不少闷亏 最主要呢 其实就是因为 这个店的问题 还有台店相关的设备 这个过去的十年来 政军的兵推 还有汉光演习 都是把它纳入演训的评估 列为关键的基础设施保护 那现在呢 我们要带您来曝光全台湾的电力心脏 那这个电力心脏呢 其实能够调度全台湾的电力系统 藏在哪里 功能是什么 来看我们的独家画面 要来保卫台湾 连练荣誉董事长曹新成再发言了 他记这个台湾应该全民皆兵之后 他再抛出了两国论 他说呢 这个李登辉前总统 还有蔡英文总统的两国论 这才是真的能为台湾 带来长远和平的论述 而且呢 他杠上了国安会的前秘书奖 九二共事的创造人苏起 他说 这根本就是鼓吹错误的逻辑 而南韩的新科总统 尹锡院他才刚当选 就决定要把总统的办公室 从清瓦台 轻移到国防部大楼 那这个决定呢 将会多花公帑 十一亿台币 那现在呢 更有人怀疑 会不会因为他赌性污骨相关联呢 现在引爆了争议 知名的法郎总监现在控诉 有一名流行男子 没有律师的身份 但是接受了他的委托 涉嫌违反律师法 收钱代写诉状 然后后来呢 跟他还借钱不还 借了七十万元 那一年之后呢 他就决定要告上法院 不过呢 这名流行男子他主张说 我有帮你追讨回钱 所以这个总监 应该要给我一成的酬金啊 而且呢 对方应该给我的 百万债权抵消 不过这个流行男子 他涉嫌违反律师法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 法律上规定说 如果你没有律师执照 帮人家写诉状的话 那这是违法的 而且恐怕会有刑责 那如果呢 你没有律师证书 但是你想要来 意图盈利 办理诉讼事件的话 最高有可能会判 一年的徒刑 那这个涉嫌违反律师法的 流行男子 他呢 这时哦 来条还不小哦 登上好几次的新闻版面哦 常常都新宋 因为他常常用这个新宋 来解决他生活上面对的纠纷 那其中一下还甚至呢 包括他在公车上吃肉杂 被骂了 结果他就怒告乘客 而且他谁都会告哦 竟然连这个大律师 就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包括了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 还有前司法院秘书长 半光群都曾经被他搞 不过苗栗县的政治生态 屡屡都引发了 大家的讨论 最主要就是 其实从1997年开始 这个资深的地方记者 他就曾经给这边 冠上了一个派系史 叫做硫黄演义 说呢过去 因为这个国民党一党独大 所以呢长期的 就在地方扶植黄流两派 那所以呢 这个国民党为了要控制地方 也实施了双派系主义 就是黄派跟流派的两派轮政 那确实看下来呢 苗栗真的是台湾西部 唯一不曾政党轮替过的 民主胜地啦 不过呢 现在民进党 有没有可能来拼翻转呢 而黄流派 这次又是谁来出现真县长呢 现在相关的人等 有可能的人选 一一被点灵 另外国际的焦点 最新传出呢 这个普丁啊 把矛头指向了 俄罗斯的国安局情报人员 说他们判断错误 才会让我出师不力 气到要撤换官员 不过呢 现在根据乌克兰的情资 俄罗斯的内部也传出了 反对普丁的声浪 甚至呢 秘密筹划要拉下他 就连接班人的人选 都已经找好了 就是最近被普丁叮了 满头包的国安局长 俄乌的战火 难不成会演变成 更大规模的 世界第三大战吗 War War 3吗 现在呢 这个乌克兰的总统 泽伦斯基他再度的喊话了 他说自己已经准备好 要跟普丁谈判 他也认为谈判就是唯一能结束 这一场战争的方法 但是他也跟西方世界呼吁 如果他们的谈判破局的话 就怕第三次世界大战 就此展开 不过普丁他并没有回应 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的呼吁 那他是不是还想要继续打下去呢 现在的冲突越演越烈 但是外界很担心 第三次世界大战 如果真的发生的话 将会怎么打 对于人类将会造成 什么样的影响呢 世界上许多的国家 都一定会受到牵连 而且如果这个规模 不断不断地扩大的话 那有专家 他们援引了资料 说前三周 很有可能 大约五亿人 死于核打击 波罗斯也极其所能在反制西方世界 包括了他关闭理空 那这个反制西方的措施 现在也开始发酵了 如果你要来进行原本的航班的话 现在不行了 你要绕路北极 那这样单趟的航程 比起来回都还要远 那当然你的运输成本也增加了 那这一些不但重创了运输业 同步的这一些增加的成本 也一定会反馈到消费者 还有发货的这一些公司 或发货人身上 不过说到陈时中 最近大家肯定对这一个状况 特别的有印象了 那就是之前呢 国民党立委在立院呛瞎陈时中 然后呢明明就是在讨论服食 结果扯这个疫情死了800多人 那现在呢又有前卫生署长杨志良 在脸书再接棒 他现在是力挺这个郑立文 然后呢再点名 陈时中进口服食 是想台湾人绝子绝孙 最主要要民意的支持 最新的民调六都首长满意度 新北市长侯友宜 以支持度破九成拿下第一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 郑文燦 黄伟哲 陈吉迈 那最后一名 敬陪莫座的就是台北市长柯文哲 而且呢甚至在城市的光荣感部分 台北市又是吊车尾 那这个民调的双垫底恐怕也会让年底的大选 国民党更不想要蓝白盒了 那国民党的议员就很酸了 他说克文哲戒满之后 到底想要拿什么成绩来搅逐 2024的总统大选呢 那未来要备战选举 其实现在啊很多的选区都还蛮拼的 最主要就是因为提名机制的关系 很多地方啊 其实是这个现任要跟新人一起来竞争的 那我们就来看到这个三赌选区 民建党的新北市议员李坤城宣布不再连任 他将会挑战2024年的立委 现在被解读 有可能是要接棒现任的立委余天 而余天今天也松口了 另外这个中部的政坛呢 这个台中的议员现在爆料了 他就说呢 他接到了好多个投诉 不止一个人哦 说这个台中的大甲正兰宫 马祖绕境倒数在即 不过呢 现在他们也正在修庙 那这个政兰宫就召集了这一些周边的团队 要求他们要来捐款60万到100万元 大家要来认捐啊 而且呢 他说啊 就连只有一个人的宝贝啊 爆马仔 都被人家要求说要来捐款60万 他说这个捐钱应该要快快乐乐的 怎么会是这种不乐之捐呢 而且那政兰宫不是有蛮多钱的结余吗 为什么还要对外来这样子目前讨钱呢 不过呢 这个董事长政兰宫 他有回应哦 我们带你来看今天的交锋 不过现在对于屏东的农民来讲 他们很担心 因为现在呢 是屏东的恒春洋葱产季 但是呢 就有农民抱怨 他们说怀疑啊 这个越南的洋葱 来台湾太多 而且这可能不是正越南 而是来自中国 而绕道在西产地的 那农会主委成绩中讲说呢 现在还没有证据确定 但是呢 我们会跟越南来联系 而且需要的时候我们会来比对洋葱的DNA 那最主要其实就是因为哦 这个越南洋葱的输入量呢 真的是差别蛮大的 那其实呢 大家如果要知道怎么样来分辨的话 就一定要看哦 这个皮呀跟肉的颜色 其实呢都很明显 但是就怕有人一时不查就拿走了 那就害我们的农民损失了 所以呢 其实我们要来追追看 到底农民的担心有没有可能 到底这个中国的洋葱 有没有可能透过越南西产地进口来台湾呢 我们就实际找到这个洋葱的中盘商 大盘商 这些贸易商 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实地看法 那过去的十年 国内的重大国安演习或兵推 台电都被纳入评估的项目 国安单位也多次的考察 其中呢 电力的调度中心被列为 共军锁定的优先目标 现在我们带你来看深度报道 感谢观看